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下了第三高 但是如果以同期相比 它比上个月份 它是微幅的去做一些的减少 比去年的同期而言 它是呈现了一个增加 其实我们说过我们的台湾 很多的投资人很喜欢看月 月营收跟上个月比怎么样 每一个月都要去做成长 其实以台积电这种70%以上的持股 都是在外资的一个手上 它只要能够达成 它在当时候它在整个一个 第二季的猜测目标就可以 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 是因为台积电四月份的营收 是优于运气 五月份的营收你回顾一下 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因为我们的台湾 基本上而言 美国为第一出口大国 中国为第一大的转运国 欧洲为第二大的出口国 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里面 假设你有些的厂 或是你有些的客户 他们五一是不是长假 五一劳动的一个长假 本来就在休息之中 所以因为他们就会开始提前拉货 或是延后拉货 所以台积电在四月份的营收 它是有预期 以目前而言仍然有可能 它去做一些的达证 所以如果你看到五月份的营收 不如预期 那很多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 五一黄金周 它的一个效果的影响性 但是这个部分 都不是鼠方在今天 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有说过 台北股市场在最近的走势 很像keydown一样 忽而飙涨停 忽而撒跌停 忽而从盘下到盘上 忽而从盘上到盘下 那都是因为市场上面 过度投机的资金 它所造就出来的 那在这个时间点的台北股市 它需要让它去做一些的纯电 尤其是在技术面而言 它也是如此 也就是昨天的指数创新高 我有没有提醒你 而且我讲了很多次 我说昨天的指数创新高 无论KD指标 无论量的上面 它是双背离的 是不可以去做追高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 五日均线的正乖离很大 所以今天震荡 它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今天它就产生了震荡 可是你可以发觉到 今天跟昨天刚好就两样情了 昨天是指拉台积电 今天是指杀台积电 所以你不用在一天的时间连里面来讲 把自己陷入到这个凝早里面 你自己要去想 我说台北股市现在满天都精调 每一个人都说这个好 那个好 然后上去就这样下来 你与其绕着地球跑 那你为什么不再自己当成一个地球 让它去做自转 你自己要去想 在面对目前的台北股市 这样的格局 它不低 它是两万两千点 你的选股的逻辑来自于哪里 去追右上角的个股比较好 还是如同我在昨天讲的 你开车 你开车要有个安全带 你施速的过程之中 你安全带会把你绑着 你不会整个一个 在这种过程中施速 你就啪 你就冲到整个车子的窗户外面 你会死骨无存 对不对 如果你去选择打底的个股 你从高档上面跳下来 你有一个安全垫在那一边 你也不会有事 空气垫安全垫 你也不会有事 不然的话 你从高档上面跳下去 有些的个股上面 尤其在最近内置的引导 他们很喜欢引导到一些 没有基本面的个股 你很容易死骨无存 你何必呢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 与其去追高高在上的个股 你去选择业绩个股 去选择有打底的个股 去选择有安全带的个股 去选择有安全气垫的个股 不是很好吗 这就是你要去做思考的 所以台币股市在这里来 里面来讲话 其实在技术面而言 它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它是无均线的乖离 有没有 无均线的乖离很大 它的震荡还是难免 也就是说 它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它还是有这个震乖离 还是很大 台币股市的极短线 它的轨道线就是在月线 如果你做短线的 你就是以月线 当做你的轨道线 我也说过 在昨天里面来讲话 如果你是以KT指标 交叉向上去做进场 你就偏多到交叉向下为止 但是昨天的创新高 它是背离的 尤其是在OTC也一样 我说OTC在这种过程中 你看 你在这里你涨 可是你就是没有量 因为大家都去什么 大家都很喜欢嗨涨停板的个股 对不对 你在这种过程中 它就没有成交量 它带不动量 你带不动这个量 你就是只好去做背离 因为大家都去炒什么 低价个股 中小型个股 可是你就去想想 说有钱人 他买这些低价个股 或是没有量的个股 对他而言 他没有感觉 可是对投资人而言 你是有感觉 但是你去选择这些的个股上面 那你自己要知道 在天平的两端 你自己要去寻找平衡点 就是四度的投机是可以 但是你不要过度的投机 那在目前来讲的话 就这个OTC的部分 如果创高一定又是背离 那如果它都背离 它就不能够出现什么 突然出大量 然后隔一天 又跌破大量区间的低点 OTC是如此 集中市场也是如此 集中市场上面来讲 比较要去注意的 就是说这个KD指标 它在熊市背离的情况之中 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要买今天台北股市 就是去补量 你不去做补量的话 你这个去延伸15152 到1736这一条线 你就算是站上去 那个条线就2万1 你都很容易回撤 你看在今天里面还是没有量 它还是没有量 就是周线上面 它没有去做补量的一个动作 所以它还是产生了一些的背离 你产生背离都没有关系 你就是不能够在指标80交叉向下 如果你在指标80的交叉向下 就代表你的整理期要脱长 它就不是短线上面涨多的修正 它就是中线上面的一个修正 你的现金部位 或是你的投资级的等级的公司债 基本上你就要从过去讲的三层 拉高到三到五层 因为它这里的时间会比较长 也因为有这些的瑕疵 在技术面的瑕疵 我说以目前的多头 当然不能够预设高点在哪里 但是你必须要有谨慎之心 来去做面对 所以要么你就是从 现金的资金规划去做考量 要么你就从选股的逻辑上面 去做考量 这个部分里面你一定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如果你是做短的人 你当然留意资金流向比 譬如说资金 7成以上在电子 你当然要做电子短线 然后6成到7成最头痛 它是轮动 6成以下像今天就6成以下 因为大家都怕端午变盘 我说变盘它分成两种 一种是从涨到跌 另外一个是主流的转换 那不一定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你就去注意一下 今天都跑到非电去 有很多的逻辑 但是你仔细去看 今天非电涨的 是不是就我跟你讲 大家就去找这种 从高档上面掉 你从这边买 我说4月18号你买 从200多块钱跌跌跌 跌到100多少 最低跌到了158 这是221到158 这多少 这几存 这很多 可是你这样打打打底 这个就很像说是 有个安全垫在这里 有个安全带 那你去买我是没有意见 但是你要去从 它的技术面去做一些的解读 它的季线 未来扣这里 再过来扣这里 它不会 因为它跌破过季线 它不会单脚 它不会单脚 第二件事情 我像我们的一个赖总统 他要去做一些的考量 其实我支持台湾来讲的话 你要说要用非核家园 这是你的整个一个执政党的政策 在2025年 非核家园里面来讲的话 你的电要用到很多 但是如果真的不够 你要去接受 你不要一天到晚用火力发电 火力发电来讲的话 对很多台湾人的健康 它是不好的 你可以去用所谓的一个环保的发电 不管你要风力发电 不管你要什么发电 我是没有意见 但是就是不要火力发电 火力发电真的对费很不好 再过来 我们要发展AI的革命 全世界 假设你要发展AI的革命 我不是说叫你去设核能厂 我没有 鼠方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这本来政策上面 就是要绿设环保 可是核能发电到底环保 不是我在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你到底会不会 因为AI在台湾正在崛起 用电量会比较高的情况之中 你会不会缺电 如果真的会缺电 就考量 让核四去做研疫 你没有增加核能 你就去做一些的研疫 在研疫的时间之中 把你的其他的一些的环保的绿电 绿能上面 你去增加到 Go 这是我给我们的政府的建议 不然的话 你不可能要马会跑 你又要马不吃草 基本上我是支持 你要用环保电的部分OK 可是我们的台湾人民 也要去接受 环保的电会比较贵 国际上面来讲的话 在目前一定都是两种电 都开始用 因为AI刚开始会很耗电 一直要到后面里面来讲话 随着技术的改变 才不会耗电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讲这个部分 就是跟大家讲说 你不能够因为说 这个又要什么标案 那个又要怎么样 然后你去买它 你买它基本上而言 就是你认为 它的业绩的成长幅度 是OK的 再过来 你要去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15类 尤其15类16类 它有些的个股 获利会被下修 它们的获利会被下修 你要去做这些个股 我不反对 因为它有安全电在这里 可是你要非常的清楚 它第一次涨了 这个叫跌升反弹 它必须 因为它是在季线之下 它不会单脚反弹 这是大家自己稍微去做留意的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选择 你要去选择这种打底的 我没有意见 或是你要去选择 因为它们这些股票 很多都比台积电的本益比还高 我也没有意见 因为这是个人的一个选择 但是在这里面 你去选这些个股 你就要配合到技术面 技术面它曾经跌破过季线 你就知道技术面要跌破季线 然后直接V转的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你在操作这一类型的个股 如果五日均线开始扩大的时候 你在下个礼拜二 你就不要过度的去做一些的追高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也已经讲过 我们说我们不需要绕着地球跑 地球它会自转 对不对 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们要如何去选择 真正会发光 会发热的一些的产业 在随着地球自转 在随着什么 日出日落 在这种过程中 股价的波动的过程之中 你自己去选择最好的买卖点 就像我们看整个一个台北股市里面 我说过在这一次 整个整体经济面而言 除了AI以外没有好的 那也因为AI好 股市好 造成部分的金融个股好 但是大部分的产业 基本上是很差 我在之前跟大家讲说 我们曾几何修 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很重要的台塑集团 国家跌成这样 这也是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性 对不对 你说2002的中刚不错 可是它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选择 我们自己要去知道 尊重趋势的一些的力量 它才是比较好的 就像我们说在昨天 台积电的大涨 到底有没有那个价值 我说台积电它大涨 它不是来自于实施那个库长股 3000多张而已怎么可能 它主要是原因是来自于 它的先进制成 整个一个黄仁勋董事长 终于要用到3奈米 3奈米的价格 绝对会比4奈米来得好 4奈米一定也会比5奈米来得好 好 那你要用到3奈米 苹果也到3奈米 AMD也到3奈米 所以本来就要涨价 涨价就对台积电的获利上面来讲 是很好的 我说长期很好 可是你在大涨的时候去做追高 那今天就跌了十几块下来 那你长期的目标不变 你是不是应该随着日出日落 股价的潮汐的波动 你去做一些的低接 那我说在这种过程中 AI的浪潮 AI的革命 它未来不会缺席 你的生活呼吸都会有AI 可是你要知道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你会有很多的选择 不同的时间点去做一些选择 我昨天是不是就跟大家讲 你想想看 在昨天应该没有什么人跟你讲 讲台积电的一个 173亿的资本支出 没有人会跟你谈到 艾斯摩尔的一个股价 艾斯摩尔的股价 除了我昨天涨的大涨8% 追过了欧洲股市里面 Louis Vuitton 成为市值第二大的公司 他在今天里面来讲 就昨天 他是创新高了 他是创新高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浪潮之中 你一定要比别人更知道 更用心在一些的一个变化 所以你要跟着蜀方 去动足先机 未来里面的第三季 还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些的产品 未来的一些的第三季 会有什么样新的一些 AI的东西的出来 我们等一下里面 会进段广告再告诉大家 要跟着蜀方一起动足产业 先机的投资朋友 跟着蜀方在一起盘中的操作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去做联络 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第三季的新的产品 来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群方位 其实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AI的一个产业 它推动新进制程里面 它会不断不断向前进 一直开始在之前停滞的 所谓的一个黄仁勋董事长 它本来想用比较方便 比较便宜的价格 从7奈米 5奈米到4奈米 AMD已经下到3奈米 它都只有下到4奈米 现在里面来讲 我们说就要在乳并 跟所谓的乳并Ultra的部分 它就要用到所谓的3奈米 那就代表苹果也好 AMD也好 Intel也好 或是整个一个灰达 都要抢3奈米 这当然是台积电的 长期的一个力度 也因为如此 在之前里面来讲 比较停滞的2奈米的设备 极止外光 这个部分里面就是艾斯摩尔 你知道艾斯摩尔 我们说尤其你不要看太短 艾斯摩尔在之前长的这一段 它本来都没有长 长这一段就是说 我2024年不会成长 可是我2025年 它会大成长 现在里面来讲 有可能会提前 提前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台积电终于有决定 在2奈米的极止外光里面 可能已经下订单 所以它的股价 才会创下历史上面的新高 台湾里面跟艾斯摩尔来讲 艾斯摩尔就提供什么 极止外光的设备 但是你的所谓的整个载盒 或是你的光照盒的部分里面 它就是由3680的加登 它去做提供 你看3680的加登 5月份的营收 它本来是3692的公司内 结果它现在5月份的营收 都可以比4月份更好 对不对 它也跨入到所谓的航态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谈 它5月份的营收 本来应该3692 才会有营收的入账 它现在5月份的营收 已经比4月份更好 我也跟大家讲说 还有跟艾斯摩尔也要有关系 就是鸿海集团旗下的樊宣 你看也是5月份的营收 比4月份来得好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他们这个设备个股本来就是要设备验证 通过之后验收了 它才可以入账 大部分都不是每个月 设备不是每个月 你看都不错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就说 它有很多是要143亿用在先进制程 先进制程来讲的话 大概就合商艾斯摩尔 印材 美商印材 这一个部分 再过来就是我们说 我们台湾没办法 没有这些公司 跟艾斯摩尔最有相关性的就加登 跟所谓的一个樊宣 先进封装的部分来讲 市占率最高的就是红硕 红硕还没有公布营收数字 你看今天也上来了 也是创了一个新高 至于星云的部分 我们在过去就讲过 那就不多谈 也就是说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说5奈米 4奈米 3奈米 2奈米 将来一定对测试上面来讲的话 它是有帮助的 尤其未来的CPO我在之前就讲过 这个部分是有帮助 我讲这个是因为他们没有涨到 因为国际股市上面来讲 他们的股价正在是创历史高 我才会跟大家讲 整个加登我在之前 曾经赚了100多块 获利去做了结 300多块钱到400多块钱 一路到现在我给大家看过 我说3680的加登 我给大家看昨天的时候 是跌的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是跌的 是不是打了一个底型 那你从490几到这边来 是不是就有打底 有打底就可以留意 6196的樊宣 有没有打底 有打底 那你说313的红硕 就比较没打底了 这个就做哭 因为这大家都知道 去年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就讲说是新云 今年里面红硕 因为红硕的市占率是比较高的 这还有其他的一些测试的个股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另外一部分在第三季里面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消费性的产品 在这一次台北国际电脑展 我说第一个 赢家就是AI伺服器 server的部分 赢家里面大概就鸿海 鸿海GB200有可能 有可能得到四成以上 不要说我说的 我们猜的 不能说猜的 我们研究的 大概GB200有机会 它得到Blackware的GB200里面来讲 总份额四成以上 这里面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去结合红柏 红准做到水冷的一个部分 其他就美超委 广达跟云达 还有围影上面来讲的话 它是很大的一个赢家 至于SOC系统单晶片的部分 它就是在联发科 不过联发科我会比较建议 第二季是弹季 为什么要讲这个部分 就要延续到我讲 第三季是什么忘记 第二季有Notebook 第三季是什么 第三季是手机要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 整个一个敌对国 三星它会出折叠机 AI手机它都会出 而且三星会出折叠机 大概两种 我猜的 不能说猜的 我研究的 两种 一个是三折式的折叠机 现在是对折 三折式 另外一个是便宜的折叠机 华为里面来讲的话 会出三折式的折叠机 也就是说 在这种过程之中 一些的轴承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还没涨到 第二季我就说 我在整个方姐talk show 讲过 这个跟所谓的 3443的创意最大差别 是创意它有跟我看到 利空顿化 它还没有 其实他富士达的第二季 就是因为他们的首季咽喉 所以他的利空就第二季的营收 不如在之前的大幅的成长 但是第三季里面大概要会出来 所以我们很喜欢把事前讲到前面的原因就是如此 你看在当时候的创意大家说低季营收创8季低 4月份的营收双衰退 我说双衰退要怎样 四星还跌停板 我在这边就给大家看 我说这个就是利空不跌 富士达唯一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告诉我 就利空反而涨停板 我说季限之下 3443的创意 是不是季限之下不会单脚反弹 拉回左肩右肩 你来买 当时候是1245 到了今天里面来讲最高是1640 我说很多人去想抢短财快钱 但是你真正总和起来 有比这一张40万更多吗 一张当时候只要120万 你120万你有没有赚到40万 我说你赚快财的话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财富 财富是你规划出来的 股价是你等出来的 买点是你隐藏好的规划出来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当然还有一些的好股 还有这一次里面台北国际电脑展 还有一些的赢家 我今天来不及讲 以后有时间再告诉你 这是蜀方来告诉大家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现在已经是第二季 季末 当然有集团法人作帐 但是我们更要前进到第三季 第三季营收成长个股 你要跟着蜀方一起动足先机 在未来的题材 跟着蜀方在盘中一起的一个操作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跟我们线上助理去做联络 跟上蜀方在未来全新的盘中投资组合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